下午4點剛放學 小小男童卻獨自走在大街 熱心民眾發現 這看起來還在念幼兒園的小孩 怎麼身邊沒大人 自己走在台中市汗口路上 人多車多 就怕稍不注意發生危險 民眾趕緊攔下巡邏警車 讓玻璃師大人幫幫忙 警察叔叔蹲下來QA時間 生日什麼時候出生知道嗎 出生日什麼意思 你幾年級 你四年級 真的 孩子聽不太懂問題 他比四十四歲了 警察眼間看到他背後的書包 有幼兒園名字 趕緊打電話確認 老師沒有說爸爸 沒有 你聽叔叔說 你要等阿公阿嬤 或者是爸爸媽媽 到學校帶你出來 你才可以從學校走出來 知道嗎 原來小男童才念幼兒園中班 放學還沒等爸爸來接他 趁老師不注意溜出大門 獨自冒險旅程 你們也在找小孩吧 對啊 剛就在學校那附近找好久 其他探口路這邊沒有騎過來 就怕孩子走失被拐走 大家急著到處找人 今年級發現校方與家長都 急如樂過山的螞蟻 在尋找男童 爸爸大廠一看到男童後 表示被你笑到心都快停止了 有種感謝警方的即時援助 以熱心照顧 九月初剛開學沒多久 四歲男童可能還沒習慣 等爸媽接他 自己走出校園 偏偏學校老師 甚至警衛都沒有發現 小男童以為朝回家的方向走 但這一路他走了1.1公里 快20分鐘 他一度走到馬路上 只能說這一路實在是有情無限 TVBS新聞呂正宗在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